桃园机场捷运迟迟未通车 但是桃园捷运公司的准备工作仍然不敢收线 新招募的一批公众人员一共有317位通过专业训练 15号由市长郑文灿亲自替新进人员受证 市长也强调师傅会在系统稳定安全无余的前提下 配合交通部让机场捷运早日通车 一一从市长手中接过得来不易的证书 这些新进人员都必须通过4个月平均100到300多个小时的训练 拥有两张以上的证兆才能顺利进入桃杰公司 不过取得证书之后首要面临的依旧是通车的压力 市长也对这些新进人员信心喊话打一记强心针 桃杰是一个有竞争力的团队 那也是能够带动机场服务品质提升 带动整个桃园新北台北 三个地方的交通便利跟都市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火车头 那这是一个全台湾最长的捷运 也是比较复杂的捷运 也是一个多功能的捷运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营运顺利的话 那么接下来我们桃园的捷运绿线 那么已经开完PCM的标案了 我们即将在明年进行绿线捷运的工程的统胞作业 所以未来我们还有第二条线 第三条线陆续会加入营运 这是一家可以永续发展的公司 顺利受证的347位学员当中 有110位女性学员以及237位的男性学员 不但得接受技能检定 还特别从台北及高雄捷运公司请来顾问 严格检视才算完成训练 毕竟机场捷运规划十年 新建十年 通车日期也延档了六次 硬体问题需要积极克服 内部人员也得上井发条 那所谓系统稳定就是说 当这个运转的时候出现各种缺点 那这个缺点要不断的收敛到 可以控制可以解决的阶段 如果系统的缺点不知道从何而来 找不出原因无法改善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系统性的缺失 要跟营运的稳定性有关 一定就要改善